哈喽各位同学早安 没想到这礼拜我们又要继续线上教学 没关系那为了要了解同学的探究实作的这个进度啊 那我设计了一个表单那请同学播空写一下 那表单的内容啊就主要大概是想要了解一下 同学的目前的进度是怎么样 那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那有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 那待会在第二堂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一些讨论 就我们用各班的MIT的教室去做讨论 那最后面有一个学习单的部分 就之前那一份学习单 那请同学写完话上传到这个云端资料夹中 那这个算是我们第一次的成绩 那当然这份表单的进度 我也会视情况作为你们的平时成绩 那因为高一三班的同学已经在课堂上的时候 因为你们班进度比较快 那我们在课堂上已经收了 所以说你们就不用再缴交这份学习单的部分 那今天我会利用一些时间 就简单介绍一下George Brown这个软体 那有修过数学选修的同学应该是不陌生 那我们主要是想要介绍说 它在物理上的应用有哪一些 那跟我们这次的量测有什么样的关系 就我们等一下实际操作给大家看一下 好那再来我们再讲这个George Brown就GGB这个软体的时候 我之前有这三名这个出版社有帮我出版了这一个 就是George Brown运用在物理的模拟动画上 那我这边带大家导览一下 我把这个电子档放在下面 那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我这边就不再做太多的导览 因为这个模拟可能 你近期不一定会用到 那只是我就这边可以大概给同学看一下 有哪些应用 比如说像运动学的 力学的 精力平衡 那或者是像 远周运动 剪斜运动 那都可以把它模拟出来 就只要你知道它的物理的方程式 那你就可以把它画出来 那像是我最喜欢用的就是波动 那可以比较横波重波啊 还是说这个两个点波源它的干涉图形 那甚至是光的干涉啦 几何光学的模拟 那还有电池 电池学的部分 比如说像等位线 那还是说像我上次讲的 这个电子在电场磁场中的运动轨迹是怎么样 那右边这个是荷姆货织线圈它的磁场 甚至你可以把电池波画出来 那热血的部分可以画一些热膨胀啊 还是像绝热过程等温过程 你可以把它的数据用公式把它画出来 那还有像近代物理的部分 像α粒子散射图形 这个应该之前有给你们看过 还是波尔的氢原子模型 甚至是黑体辐射 只要你知道它的公式 那你就可以把它画下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软体真的还蛮好用的 而且很直观啊 不用写一些很复杂的程式语言 它蛮直觉的 所以我们可以简单 等一下会带大家简单操作一下 我们先从这个GGB的首页开始看 就这个 就你打Guargebra 那第一个应该就会是这个网页 那如果你要下载这个软体的话 你可以在最下面写一个 选APP下载 那它有非常多不一样的软体 那我自己比较习惯的话 应该是用经典5版 这个电脑版 那经典6的话 比较像是iPad的版本 就它不能用这个键盘 比如说你有Ctrl-C Ctrl-V 对 它就比较不能操作 还是说数字键 它就比较是要用按的 就是用触碰的方式去选择 那经典5版是比较像是桌机的版本 那我是比较习惯用这个版本 那同学可以用线上的版本 就不一定要下载 你可以从它的首页连进去 就直接开启计算机就可以开始操作 对 那我这边分享一下 那就是如果你今天不知道怎么画 或者你刚开始不知道怎么 不知道怎么操作的话 你可以搜寻 比如说像你可以打一个 light 那它就会显示一些光的这个模拟出来 就是别人他们做过的 那这个好处是你可以直接在线上播放 那你也可以下载下来 那甚至是你下载下来可以修改 那像我比较喜欢的波动Wave 那你就可以看到这里面的这些动画 那我这边开的是 我这边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两个点播源 那它怎么画出这个同行源的 我想要了解一下 那你就可以把它点开来 那你第一个你当然可以先模拟一下 这个它好像现在还在跑 你可以模拟一下它的这个 双曲线是怎么跑出来的 对 那如果你想要下载 像这边你看看播放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水波是长怎么样 那如果你想要下载下来看的话 你可以按右上角这边有三个点点 那点下去以后它应该会叫你说 问你说你要怎么样 分享呢还是从APP开启 那我这边是选择APP开启 那APP开启以后 就会跑到这个视窗来 对那这个视窗就是它本身的组程式的部分 那你就可以在里面做一些修改 比如说我今天可以在这个地方 我可以改它颜色啊 改它的距离啊 改它的显示的频率 那如果你想要下载的话 在这边也是一样右上角的地方 你可以按下载的部分 那如果储存呢 储存的话是指说它存在你自己的账号 比如说你可以用Google的账号 账号登录 登录完以后 那这个储存就是储存在你自己的这个云端当中 那下载的话就下载到电脑里面 那你就必须下载它的程式才能开启 那它程式其实都不大 因为它算是一些语法而已啊 所以都是一些文字档 它的档案都还蛮小的 那另外有一个网站我蛮推荐 上次没有推荐给大家 就是Offices 那因为我想要跟这次这个GGB一起介绍 这里面也非常多的动画 那它也是按照单元去分类 那它的特别的地方是 跟上次介绍不一样的地方是 它这里面的动画全部都是用GGB画出来的 那甚至有一些 你看像有一些这个是三维的 3D的动画 那你都可以把它点开来看 比如说我点开来 那我就可以去玩一玩里面的这些模拟 不我现在好像跑得有点慢 你就点开来嘛 那可以看一下 那也是一样 我如果想要下载这个 就改天如果我没有网路的时候 那我想要 想要看这个模拟 或者说我下载下来 我想要修改的话 也是一样的方式 就是用刚才的 右键的地方 就是从APP里面开启 那你再把它下载下来 那刚才搜寻的地方 就刚才在 GGB本身的这一个界面搜寻的时候 我是搜寻好像气球吧 那有找到这个 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如果你想要做一个小动画 你可以拍一张照 吹气球 那可以吹气吐气这样子 那吹气吹到某个大小的时候 刚好气球就破掉了 大概是这样 就蛮有趣的一个小动画 这样 那我们来示范给大家看一下 那我先介绍一下 这里面的界面 它这边界面其实都蛮直觉的 就像你移过去以后 它就会显示 它的这个功能是什么 比如说加一个点啊 加一条线啊 加一个垂线 就是你可以按 移过去以后 它就会显示说 我有哪些功能可以选择 对都不对应到不一样 那比较要注意的是 你选完 譬如说我要画一个圆好了 那一个圆 一个圆心 那配一个点 那画完以后 你要回来点这个箭头 如果你没有点这个箭头的话 那你在这个界面上 它就会继续画下一个圆 就是它的功能键 不会说 你画完就结束 它会持续一直画 所以你要回来点这个箭头 那下面的部分是 你可以直接输入你的指令 比如说我输入一个sinx 输入一个tangentx 对或者是 我刚才按enter 它就自己跑出来了 自己输入了 比如我们刚才sinx这样 好那这一个就是 我们熟悉的 正选函数嘛 那如果想要让它动的话 我觉得最厉害的就是这里 数值滑感 它可以增加它的变量 那你按下去以后 你可以改变它的名称 比如说我时间t 那从0秒开始 那到10秒 那每次增加 0.01 确定 那怎么让它动呢 那你去看这个函数嘛 本来是sinx 那你就把它sinx 那减掉什么 减掉t嘛 那你就可以让它做一个平移 那在移动的过程 你就觉得好像不过往前传递 对 那除了你可以让它手动之外 你还可以让它自动自己移动 你可以按右键选择开始动画 那它开始就会往右移动 按暂停 它就停下来了 那如果你想要让它动快一点 动慢一点 那你可以按属性里面 它可以调整它的速度 对 像我刚才这个 速指滑桿我没有按的 按掉嘛 所以它就一直跑出来 好 那再来的话我们就把它删掉 我们就选 我们今天刚才看的那个动画 那我这边先 拉一张图进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的那个 吹气球的动画怎么做 那我这边简单放一张 小Kiwi的图 那你可以调整它的位置 可以调整它的大小 这样子 好 那然后呢 为了让这个背景 看得比较干净一点 我就把这个底线 都把它关掉 在左上方这边 那一样我把它加一个 数值滑桿进来 那这个滑桿的值 当然是什么 当然是半径嘛 所以我用小R来表示 那从0到5 确定 那我就可以 等下就可以调整 这个半径的大小 再来的话就是 加一个圆嘛 那圆的话我这边选择的是 一个点 就圆心的点 跟半径 那我这边假设调整说是 一个C点 那半径就是刚才的R嘛 你按确定 那这时候你就调整 可以调整它的半径 那调整你会觉得 好像有点怪怪的 因为我希望我的C点是在 圆心并不是在我的嘴巴上 这样子好像有点怪 那我的C点应该会随着我气球变大而改变嘛 所以你这边可以改变一下C点的位置 现在C点是在 负0.02到0.A跟Y是在0.06 所以我让这个X的位置会随着R的距离增加而改变 OK大概是这样 所以我这边嘴巴吹气球大概是这个位置 那我缩小 那我缩小 缩小应该是这样 缩小 放大 缩小 大概有那个感觉嘛 那再来的话就是 剩下的就是一些修饰的动作 比如说我把AB这两个点啊 刚才这个图片的这两个点 AB这两个点就把它关起来 圆心也可以标引显示 再来是C点 C点这个C啊 我不要显示标签就把它按掉 对 那这样就蛮有感觉 只是它比较像是吹 这个 火香糖啊 那如果是气球的话应该有颜色嘛 所以我们这边按属性 这边有一个填满的效果 就你在颜色的地方选填满 它可以改变气球的颜色 那你只有改颜色的话它应该是一个框 那再来的话就填满的效果 你可以让它稍微填满一些 关掉 让它变大变小 那刚才不是有看到Bound的那个图形吗 那它这个怎么画的 就是说你的这个函数啊 比如说刚才这个圆 这个圆它就是有一个条件 比如说你可以显示0到4.9 那就是会是这个圆 那你到到5的时候 那就不要显示 你就可以带它的这个进阶 还有显示的这个条件 比如说R从0到4.9 对 那你可以再加一个Bound的那个图 那就是R等于5的时候 那就会出现这个图 就会有爆炸的这个效果 对 还蛮简单的啦 那另外一个比较实际的 应该是要量测的话 那量测怎么操作呢 我这边是有下载一张 气球的图 我找一下哦 气球的截图 比如这三个气球 那我们一看就知道 左边的最小嘛 右边的最大 但是我怎么知道它的大小关系呢 我们要把它量化嘛 那怎么办呢 也是一样我们可以透过 这个 GGB 我们可以比如说 找一个原心一个点 这个是最简单的嘛 所以我随便找一个 大概看一下原心那一个点 那你觉得好像不太不太对 那你可以等一下再调整好了 那比如原心一个点 原心一个点 好 那这时候我就再去稍微微调 我的原 我稍微微调我的什么 原心的位置啦 还是我这一个外面这个点的位置 这样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观察到说 我这一个 这个C 我这个 这个曲线 这个圆的半径 的平方是0.068嘛 就在这个位置 那如果是中间这一颗的话 那我再稍微调一下 那它半径大概就会是 1.6的开根号 就半径 因为这个是R平方 R平方是1.6 对那再来这一刻的话 你可以调整一下它的位置 这样 那这个的R平方 半径的平方 就会是2.45 对 那这边做 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那下一节课 我们再回到课堂上的meet 那希望同学可以提出一些你们的问题 就你们在做实验的时候 还是做这些模拟软体的时候 有遇到什么问题 可以大家提出来讨论一下 OK 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 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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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